明天 听说又是割魂 医院那本书 华安吏已经救过来了 可死的这个女孩又是谁 割喉 一咪 身上居然堕了那么多的刀烧 身上居然堕了那么多的刀烧 没有纹身 没有 没有纹身 没有纹身 难道不是他 发现了作案凶器 愤怒 混乱 像他又不像他 隐迷 面部压痕 割吼 手法完全一致 吴闻身 报复性的伤痕 混乱的现场和遗留的凶器 这和之前两起案件都不一样